大熊猫 2008年512大地震之后 在琼崖山腹地的沃龙 动物保护者与大熊猫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在他们的帮助下 人工圈养的大熊猫踏上了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大地震 让地处沃龙镇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遭受重创 60余只大熊猫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 平安度过劫难 2010年7月 国家林业局在沃龙启动大熊猫野化放归实验 希望通过圈养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和放归自然 促进野外大熊猫种群增长 最终实现野生大熊猫保护的目的 在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避风峡基地 被选中的大熊猫草草在做避钞检查 人们为它的远行做着各种准备预案 从亚安到沃龙有500多公里的路程 运载大熊猫的卡车翻越嘉津山 八郎山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 风尘仆仆 赶赴穷来山脉深处的沃龙 坚守在沃龙两年的牧师节 王师傅终于等来了熊猫回家的好消息 他们看着青山依旧的沃龙感慨万分 对人牵你我们60多只猫 觉得好老子哦 工作人员也多 游客也多 沃龙基地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交通通讯完全中断 沃龙成为一座孤岛 沃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 大熊猫眷舍损毁严重 32座熊猫眷舍损毁 五处其身的60余只大熊猫 被转移安置到避风甲基地 和国内其他动物园 沃龙基地从此变得冷清而荒凉 2年10月7月20日 还是一片破坏的沃龙基地 迎来了四只回家的大熊猫 人们用心良苦 为他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只是想让国宝们少遭受一些磨难 熊猫回家了 牧师姐和王师傅心里 别提有多高兴了 更多的同事来到了沃龙 他们的欢声笑语 让沃龙变得生机勃勃 2010年8月3日 草草在核桃坪野花培训基地 产下了一只雄性幼崽 她刚已落地 兽医邓林华赶紧把她从草草身边抱走 并为她称重体检 她的体重达205克 属于熊猫幼崽中的健壮症 邓林华信心地消毒剪刀 为她剪去齐带 并做消毒处理 这是自512温泉大地震后 大熊猫回到沃龙 诞生的第一只大熊猫宝宝 人们后来将她命名为桃桃 桃桃发出红亮的叫声 并不断地扭动身体 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人们为大熊猫造好了一个树草 合适吗 那就让穿着熊猫服装的人 先试试 为了让桃桃从小远离对人的印象 尽量避免和人接触 沃龙的科研人员 几乎创意地设计制作了 寒台可居的熊猫服 穿着熊猫服的熊猫人坐进树草里 有点拥挤但感觉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大熊猫满意不 桃桃出生时体重只有205克 而母亲的体重是她的几百倍 她如一只老鼠般大小长着稀疏的白毛 她还没睁开眼睛 在母亲怀里蠕冻着 寻找生命的乳质 在沃龙 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得到了来自母亲与人类的双份关爱与照顾 人们对曹草母子关爱有加 但曹草并不领情 她宁愿窝在露天赋予孩子 也不走进人们给她搭建的树巢 有一次人们把桃桃放在树巢中 希望曹草母子能够在树巢中安身 找不见幼崽的曹草很着急 她在树巢周围找来找去 怎么也找不到幼崽 还没有睁开眼睛的桃桃 也在着急地呼唤自己的母亲 曹草终于来到了树巢入口 在发现幼崽时 她竟然被吓了一跳 她把幼崽迅速叼在口中离开树巢 来到她认为安全的地方哺乳 大熊猫曹草第一次看到穿熊猫服的科研人员时 她显得一律重重 这些熊猫人摘下帽子给她喂猪损食 她也接过来吃 可是要抚摸她时 曹草立即躲远了 经过多次反复的应激实验 科研人员才打消了曹草的顾虑 刚睁开眼睛的桃桃 朦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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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朦的打亮着这个世界 她不知道世界在关注着她的成长 她显得很慵懒 在温暖的秋日阳光里 她香甜的沉入梦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熊猫培训放归项目组中唯一的女孩刘杨 来自遥远的山东 她的活力让沃龙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她把健身舞改变成沃龙的熊猫舞蹈 闲下时她带大家一起练习这段自编的舞蹈 雪后的沃龙最高峰八郎山 银庄素果天高云淡 山野静谧而壮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次进入曹操母子的眷舍 即使是松竹子 科研人员都要穿上笨重的熊猫服 还要将曹操的尿液 分辨涂抹在服装上 建议掩盖人的味道 让涛涛以为 一直是母亲在呵护着她 曹操与涛涛享受着天伦之乐 这是最美好温馨的时刻 和其他眷养条件下 出生的熊猫又在不同的是 涛涛在成长力争中 将无法依赖于人类的饲养 她需要在野花培训圈中 跟随母亲学会一切野败生存的技能 涛涛在母亲带领下第一次爬破 她很吃力 母亲停下来回头鼓励她跟上 母亲带着她学试潮语 让她熟悉自己的神经 陶涛非常聪明 她五个月大时就开始爬手 刚开始母亲还被她担心 陶涛在街面爬 母亲就跟在她屁股后边 生怕她掉下来 她非常调皮 就像七八岁的儿童一样 不愿受母亲的管束 她使劲地往树干高处爬 母亲不放心 就咬住她的尾巴使劲地往下拉 硬把她从树上拽了下来 陶涛的爬树能力 比同时出生 但有人工饲养照顾的熊猫幼崽 提前了一个月 这让人们看到了她回归山野的希望 冬季卧龙非常寒冷 积雪惊日不化 路上积雪很厚 出行十分不便 麻烟 麻烟 雄猫饲养员董超是个藏族人 她家就住在卧龙的藏族村寨中 快过年了 她邀请大家去家里吃沙漱菜 纯朴浩客的董家人 用丰盛的饭菜 招待这些抛家原型的熊猫黄园真 身着熊猫府的饲养员走进草草的眷舍 见识它的分辨 然后拿到实验室化验 通过化验分辨 科研人员能够分析出草草哺乳器的健康状况 科研人员穿上熊猫府跳舞 这段熊猫舞蹈在春节期间已经亮相 便让所有人为之一振 人们知道了还有这么一群人 在浴室几乎隔绝的窝龙 还在被大熊猫保护默默奋斗战 窝龙基地旁的皮条和鸡群 也没有压住它的溜达 它的水深如胸罔保护着的温身像模样 在黄契的身体中回响 2011年的春节到了 照顾熊猫的19位科研人员 无法回家过宁 一些家属赶来卧龙团聚 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 做菜肴 风生的年夜饭很快就摆上了桌 从这一年开始 沃龙翻开了新的故意 他从来的东西 不够要单身的双方人员 他从来的东西 向国安输出什么样的地方 中国大熊猫保护着历史 存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堆积的乱世之间 溪流依然重重流淌 该给草草母子转二气卷舍了 研究人员便给草草喂胡萝卜 便给他带上了GPS定位项圈 这个小圈只有他体重的八十分之一 对他活动玩爽产生的影响很小 2011年2月20日 陶陶顺理结束一气野化培训 他要搬家了 他要离开2400平方米的一气培训卷舍 进入四万多平米的二气野化培训卷舍中 牧师姐 吴代福穿上熊猫服 踏着鸡血将陶陶背到二气卷舍中去 也许在背楼里有一种深处摇篮的感觉 陶陶一直很温顺地趴在背楼里 当人们将陶陶放进卷舍室 他若有所思地回头看了看 然后加快步伐迅速爬上了树 六个多月的野化培训告诉他 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曹操体格健壮 众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他抬到二气培训卷舍 来到新地方 他首先绣闻原种的气味 适应着这个全新的环境 自从学会了爬树 陶陶就喜欢待在树上 或者玩耍或者睡觉 半夜才下树来找妈妈吃奶和玩耍 他曾经在树上待过三十六个小时 这种忍耐力让研究人员感到不可思议 随着野化培训的时间延长 陶陶更加气定 生存能力和严性也较前起来越更强 研究人员接口五线电跟踪医才能找到草草不足的活动位置 2011年3月21日 沃龙遭遇保学灾害 电力通讯设施中断 部分大熊猫食欲柱 背后后的鸡血压斑折断 科研人员在确认山下生活的熊猫安全之后 他们在雪地里爬行一个多小时 赶到海拔两千米左右的二妻培训全身 查看草草淘淘淘不自俩的情况 寒风中淘淘在二十多米高的树上呼呼打水 王氏风气静地挥舞着锅瓢 被大伙变着花样做着可口的饭菜 闲暇时大家还会兴致勃勃地打打篮球 地震受损后的沃龙山庄 楼道里拉满了各种电线 并与人们与外界联系 科研人员在拍摄熊猫的同时 也会记录下来自己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 在宿舍里 刘洋想起了遥远家乡的母亲 她便给母亲打电话 作为熊猫生态行为学研究的一部分 科研人员用照相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记录了许多淘淘成长的珍贵瞬间 初夏时节 雨后的八郎山绿草如荫 牦牛在草垫上吃着肥美的绿草 鲜花在露水中绽放 春夏时节 山上马黄很多 上山巡护熊猫时 他们都要穿上特制的长袜子 才能抵御马黄的侵袭 身穿迷彩服的科研人员 在猪丛中发现了大熊猫曹操和 桃桃母子的分辨痕迹 她赶紧由对讲机通知同事前来采样 通过这些分辨 科研人员能够分析出 曹操母子在半夜花环境中生活的身体健康状况 春季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他们将二期熊猫圈设装扮得十分美丽 研究人员行走期间 如性化重 二期圈舍边的视频监控小木屋 也和环境融为一体 科研人员都会坚守在那里 守护着熊猫草草母子 接住电炉子 科研人员才能吃上一口简单的热饭 他们在熊猫圈设施 尝尝严湿滑摔跤 站起身来 一看手上 就能看见无孔不入的马黄在吸血 雨后的卧龙 山林中雾气蒸腾 飘渺如仙境 一场大暴雨之后 发源于巴朗山的皮条河水为暴涨 洪峰逼近卧龙基地的低岸顶端 暴雨又引发了泥石流及山体滑坡 卧龙羞猫基地又处于危境之中 路上黑洞看到黑洞的全圈 红色的沙子衣山 教室他们买的 就是我们的车里头 这个地点来 也是打倒的 一个是泥石流 一同里 然后是找不到的吸尘 然后把那个群圈 触目惊心的乱石 触目惊心的血红色圆圈 那些在地震 及泥石流中丧生的怨魂 就葬身于乱石之下 火龙基地的科研人员需要长年累月奔走在这条危险之途上 他们之中有两个人曾在路头中被落石砸伤 但是为了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 没有人因之而退缩 2011年春夏冬 大熊猫锦竹 熙熙 鹰影 苏林等四只熊猫 来到卧龙 他们是参与野化培训的第二体队 参与野化培训的大熊猫多了 卧龙基地紧急安装了一批视频监控设备 这些监控摄像头安装在树干上 如从24小时全天后监控着所有熊猫的一举一动 收晕后的大熊猫慵懒而可爱 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 能打动和改变所有看见它的人 临产前一个月 收晕熊猫就开始减食 活动量也减少了 每天昏水 偶尔它也会表现得很兴奋 细水 筑巢等 这些都预示着熊猫宝宝就要出生了 又一个夏季来临 7月7日 海归大熊猫苏林 在卧龙基地产下了一只幼崽 2010年 卧龙只有草草母子参与野花培训 2011年有6只磁性大熊猫参与野花培训 并有5胎7个熊猫幼在出生 它们是野花方规的后续梯队 卧龙熊猫基地的员工 牧师杰家在地震中受损 如今他也搬进了原间的新居 地震后 他又生养了一个孩子 他给孩子的礼物 就是一只熊猫公仔 牧师杰的父母虽已年迈 但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娴熟地使用健身器材 一点不比年轻人差 震后 卧龙推行退耕还主政策 牧师杰家在皮条河畔的四分地里 也种上了竹子 人工栽植的竹子 成为圈养大熊猫的重要食源 为了让大熊猫充分吸收竹子中的营养 饲养员们还将竹子打磨成粉状 然后配上其他营养成分 制成窝头 成为大熊猫最爱吃的食物之一 秋天到了 火龙的阳光将从面染成醉人的金黄色 休假的时候 吴大夫回到更大乡上 看望父母 帮助父母干点农活 尽自己的一份孝心 吴大夫一家三口居住在三个地方 他在卧龙 妻子在雅安 女儿在渡江宴 有时家人一周团聚一次 有时忙了一个月才能在渡江宴的家中团聚一次 作为父亲 他总觉得亏欠了女儿 因为他的缘故 女儿也对熊猫十分心爱 照着父亲拍摄的熊猫照片 女儿用稚嫩的双手画出了心中的熊猫形象 邓梨华也是个好父亲 儿子喜欢钢琴 周末回到渡江宴 他就和妻子一起陪儿子去练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着儿子专注的恋情 父亲的心理文体有多高兴呢 2011年参加野花培训的大熊猫张卡西西 生育了双胞胎 他们科有一只幼崽被送到雅安避风峡基地 在育幼室的保温箱中进行人工育幼 饲养员张杨辉用棉花团刺激他的腹部 让熊猫幼崽能够顺利排便 在雅安避风峡下基地 工作人员过着集体生活 吃食堂 住宿舍 24小时看护着刚出生的熊猫幼崽 宇幼室的旁边有个小值班室 宇幼人员就住在这里 苏林是在人工环境下长大的 又是初次当母亲 她不知道在半夜外环境中 如何养育自己的熊猫宝宝 假之她生性好玩 她甚至把自己的宝宝 像玩具一样在地上拖来拖去 经过深重的考虑和充分的评估之后 科研人员把苏林的幼崽 转移到雅安避风峡基地 人工育幼 进行对比性研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12年4月中旬 陶陶顺利完成二期野花培训 请放规专家组评估后 决定于5月3日 将曹操和陶陶 转移至三期年花培训卷舍 人们将笼子放在二期卷舍中 并将竹笋撒放在笼子边 引诱陶陶进入笼子 曹操只对竹笋感兴趣 她大快多亿 对别的侦弱旺本 听到母亲吃竹笋的声音 陶陶慢慢地走了过来 她从母亲手中抢竹笋 母亲很不情愿地给了它 研究人员将竹笋扔进笼子 希望将它又补 嗅着竹笋的清香味道 陶陶如人所愿 顺利进入笼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活环境好慢 一家人在深属平基地打工 一个月就能挣到一万多元 余震不断 通往沃龙的道路经常中断 为了运输物资 学技多年的马队 又重新活跃在沃龙的山岭之间 人们加班加点维修道路 载号重建全面展开 为了加强四川野生大熊猫的救护和疾病防控能力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都将验大熊猫疾控中心 在载号全面开建 该中心建成后 能满足四十只大熊猫的救护 疗养 科研 饲养等功能 它用地面积约760亩 从建筑面积12524平方米 每个小区都不明显 给了提升 冲 küll 银行 还有一点 给了我 给了我 看 三小区 在四川之间 这一的 我 刚 有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野性十足的陶陶经过捕捉和转运 下山后一直躲在笼中不肯出来 10月8日清晨 研究人员对陶陶进行放归前的全身体检 需要对她实施全身麻醉 面对同她的竹竿和针管 陶陶很不乐意 当麻醉针刺入陶陶的臂膀时 她产生了剧烈的应激反应 但麻醉剂很快就让她昏睡过去了 麻醉成功 吴大夫三人迅速把陶陶抬进医疗监护室 研究人员对她进行了体表及背毛检查 口腔检查 血液生理生化检查 超声波检查等 并采集了相关科研样品 做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 陶陶体重达42公斤 体长90厘米 头长29厘米 尾长16厘米 颈围60厘米 胸围81厘米 腹围76厘米 后脂长44厘米 前脂长48厘米 双外耳刀干颈无异常 双眼正常 牙齿正常 各项检测结果表明 陶陶生长发育 及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均正常 研究人员还在陶陶皮下 埋着了爱迪身份识别芯片 给它佩戴无线电摇测功能的GPS景圈 以便放规后 对它进行活动监测 根据专家组的建议 陶陶的放规地点 在雅安市石棉县 粒子屏自然保护区 大家希望通过陶陶的放规 补充当地 已经非常宾威的大熊猫小种群 2012年10月时清晨 人们小心翼翼地 在雅安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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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重一些水和猪损 陶陶来到十年陷阱 受到一族群众的强盗欢迎 国宝的魅力与号召力 陷露无遗 前往黎子平的道路十分难走 道路崎岖巷下斩 经过半分多小时的近南跋设 运送陶陶的车队才抵达了 利子平保护区 2012年10月11日 国家林业局 四川省张府 为陶陶举行了盛大的放规仪式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从 副局长印红 四川省副省长中年 一起打开龙门 大家都希望陶陶能见不走出来 可是这个小家伙 竟然在笼子里呼呼大睡 人们给陶陶扔竹 vag法会上下门 一边我优在阳大学 你那我优的你 看了我 听说我会让你 我优的你 那我优的我用 你优的天子 我优的你 我优的你 对 我们能令你 我们让人 你 我们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兜江燕 雅安 壁峰峡三个基地组成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成为全国规模最大 世界一流的大熊猫科研与自然保护教育基地 2012年 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熊猫回家年 10月30日 沃龙神书坪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新基地 投入试验形 18只大熊猫重返过龙 这些大熊猫中有经历过汶川大地震 送到其他基地或动物园寄养的 也有正好在壁峰峡基地出生的 回家的熊猫们在尽情享受美食之余 还不忘在人们面前 驿站他们的疯子 2012年春季开展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 据上一次调查已有十年间隔 如果分布在沃龙的野生大熊猫数量 分布范围都有所增加 这将是对沃龙保护大熊猫多年努力的最好回报 2012年10月 大熊猫锦竹和他的孩子 来到了24万平方米的野花培训卷舍 锦竹的幼崽不肯进入这个陌生的环境 熊猫人只好把他抱进卷舍 他四处走动寻找母亲 当看到母亲 也进入了卷舍 他好像立刻找到了依靠 锦竹和他的孩子属于野花方规的第二梯队 2011年 在沃龙接受野花培训的另外两只熊猫幼崽 也陆续进入下一阶段的野花培训 不久的将来 一批又一批完成野花培训的大熊猫 将沿着桃桃的足迹回归自然家园 看着这些可爱的生灵 让人不禁想起了乔治夏勒博士的话 熊猫表面上的单纯让我们观察到它吸引人的特质 它是我们为保护环境所付出努力的象征 只要有它在场 气氛就焕然一新 今天人们已经清醒了认识到 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只是供经济利用 也是中国辉煌 伟大的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国家的未来前瞻和历史认同 都必须妥善保护 秋风渐气 清脆凝露的粒子品 树叶渐渐枯慌 湿冷的空气笼罩大地 不知道失去母亲庇护的陶陶 她在哪里还好吗 借助检测设备 粒子品保护区的巡护队员们 发现了陶陶的踪迹 她一听到人们的脚步声 立即钻进了逐年深处 根据检测数据 研究人员判断 陶陶只在小范围内活动 正在熟悉陌生环境 作为野化方规的先行者 淘淘的一举一动 都会引发人们的密切关注 无论成功与失败 她都是在为后来者 踏开一条回归自然之路 并为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 提供有益的借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